我三天没回家 你这点都不着急啊 你三天不回家 你还有理了 我为什么要着急啊 没有你 我还不能过了 你 你什么你啊 你以为我们女人 希望你们男人在家吗 你错了 你不在的时候 我和孩子很清闲 你们男人在家 就是个负担 事做的不多 话还没几句 有几句 也是句句扎心 以前你不在家 我睡不着 现在你在家 我反倒睡不着 你不在家的时候 是岁月静好 你在家的时候 是鸡飞狗跳 你不在的时候啊 一切都有规律 除了洗衣做饭 打扫卫生 接送孩子 我还有点自己的时间 你回来了 不但没有给我分担家务 而且还给我制造了 很多麻烦和家务 更可气的是 你自己家的事情 你不管不问 只要你父母和朋友 打个电话过来 你就像接了圣旨一样 有求必应 所以 你别说你三天不回来了 就算一辈子不回来 也无所谓 作为夫妻 你对你的丈夫 三天不闻不问的 你还理直气壮了 我为什么不理直气壮 我们两人之间出现了问题 你跑出去三天 彻夜未归 对我不闻不问 这是你解决问题的态度吗 你别过车解决问题 天天就说那么多废话 我不想跟你车以前的事 为什么不讲 那些事有解决过吗 最容易看清一个男人的方式 就是吵架时候的态度 不爱你的男人 就喜欢冷暴力 还喜欢装糊涂 明知道伤害了自己的老婆 还在那里保持沉默 装作视而不见 还把所有的问题都丢给他 让他怀疑 自我消化 失眠痛苦 甚至抑郁 真正爱你的人 会面对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而不是无视问题 投避问题 并且还推卸责任 夫妻两人过日子 产生摩擦很正常 但是 你要是不理解 不沟通 不回应 不解决 那日子 可就没法过来 我们的一生 都是为了一个家 为了孩子 为了父母 为了